YA 我們今天來到了這邊超級高 外面的風景等一下拍給大家看 現在很看不清楚 我們今天來到了101現在在86樓的餐廳 今天我們要來參加美麗達2022年的年度選手簽約的餐序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會看到超級多非常厲害 也算是應該都是當今的台灣一哥一姐都在現場 那等一下我們會找他們稍微聊一下幾個小QA的問題 來帶大家更認識他們 喔對 因為那邊人太多了 所以我們現在在廁所 這邊 上廁所太爽了吧 看著86 你不要再拍了 在這邊看著86樓的那個 YA 看我身邊 真的是滿新雲集啊 YA 我們歡迎SERGIO 好 恭喜你加入美麗達的大行列 那接下來在自己規劃上準備什麼時候要出國還是有什麼規劃 目前還在洽談中這樣子 所以行程上面的話還沒有到百分之百確定 因為現在還有一個變種的病毒帳 那在賽事的話 近期目標就是3月的亞洲錦標 個人計時嘛 然後中程就是9月的亞運如果有拿到門票的話 然後長程就是23年到一級車退去 感謝期待SERGIO接下來在職業賽場的表現 謝謝 謝謝 YA 我們接下來訪問到EVA 嗨 這個 看到EVA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為什麼會在這邊看到你 對 喔喔喔 這可以講了嗎 應該可以吧 應該 就是EVA也要加入我們美麗達的大家 期待 可以看到接下來還有一個 所以應該要騎新車 騎新車 等車來 期待你的分享開箱影片 我們吃飯的隔壁就是大名鼎鼎K2 大家應該都看過他影片吧 超級多自行車相關的 我的算是小知識 不管是調變數什麼 我自己也有看 在那邊忘記怎麼調 然後去複習一下 YA 接下來我們要訪問的是逸倫 嗨 那我等一下會 好 抱歉 再一次 打擾你了 好 接下來我們要訪問的是逸倫 嗨 你今天運動了嗎 你今天運動了嗎 我今天沒有運動 我今天只有來跟你一起吃飯 我們高強度 腸胃蠕動 不要往下拍 不要往下拍 YA 我們接下來下一個邀請到柯柯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他的頻道 那頻道呢主要在做一些就是爬山 露營 然後煮很多美食 嗯 對 那最近可能會開始 嘗試腳踏車對不對 對 因為腳踏車是我特地開的專車 從彰化我幫他從工廠送過來 對 沒錯 那很感謝哲瑞 欸 但是他的車跟我長得蠻像 嗯 很像 真的是 一樣帥 好意思好意思 好 沒有沒有 台灣的話 夢想路線 因為 因為說明年我會想要再換一次島 然後是深度 一點的環島 要多久的那種 一個月 對 哈哈哈 其實我很想 其實我很想拍環島 可是 你們打箱太多 為什麼被誰打箱 因為我們就是去環島 就是東西拍不完 剪不完 假設以台灣的話 如賴生長我是還蠻想去挑戰一下 聽說蠻 就是如賴生長而已嗎 因為南部 後花園隨時都會去的地方 對啊 因為如賴生長 我看很多台北的車也有集 然後 聽說是 就有點像我們台中的大三園 一定要去擠一下 但是是五座山 但是就是那個 如賴生長是五座山的夾鞋 所以 那如果是國外的 國外的話 什麼美景 或是你來講挑戰 法國的風突山吧 風突山 嘿 那個路線真的是 就是十四級的一定要去 尤其是今年的環法 超級精彩 對 沒錯 三五 三五 我也是比較喜歡騎矮一點 可是 如果五五的話 是很帥啦 對 我覺得很帥 可是我自己騎 我就會覺得 他爬山或騎步 我覺得他沒有那種 一下就可以跟上大家的感覺 我自己比較喜歡那種 馬上跟上 但慣性表現就真的會有一點 嗯 還是會有點 沒錯 就一定是五十高 我自己都喜歡五十高 對 就是四五到五十之間 再低的話 我覺得在集團裡面 會不好偷懶 可是再高的話 要再衝刺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會有點太拖 五五 你也是五五喔 對啊 哇 OK 為什麼會選到好 反正如果真的爬坡 就硬尻啊 反正我 五零也是五五上去啊 前後都五五 對啊 哇賽 藏在五指山 五指山 我看你的影片 很常看到 對 所以五指山 所以五指山我覺得難度也 算適中啊 不會太簡單 但是又有點挑戰 對 一般都在中部啊 我Strava是公開透明的 所以你看我Strava就知道說 我現在這個禮拜跑去哪裡 平常練車 往三里找 三里 桃園的三里嗎 各個各個各種 都有機會 所以你比較想爬山的路線 對啊 爬坡 石兵也會啦 我很常騎的路線就是 因為我住在就是板橋那附近那邊 所以我會先河濱到大概到淡水 然後從那邊接北信莊爬巴拉卡 然後下養的大道之後 直接接士林的進車道 再回到社子島 然後再回到板橋 這個路線我非常喜歡 大概我記得八九十公里吧 但是我非常長騎這個路線 夏天的時候也很涼 很舒服 對 甜點嗎 巧克力啊 蛋糕啊 冰淇淋啊 都可以對不對 不是但平常不能吃啊 很曬後 才能吃這個很熱的東西 珍珠奶茶 這方面的答案可能會讓大家點失望 我其實沒有特別吃什麼特別的東西 就是我對吃其實沒有很講究 但是我也會吃零食 那我最喜歡吃的零食是巧克力 所以下次要餵食 巧克力就好 巧克力我就不會拒絕 對 甜點啊 豆花啊 冰啊 剉冰 燒鮮草啊 連燒鮮草也會嗎 不是都一定要冰的嗎 可是現在冬天了 我們還是要認命 要換一下 對對對 棒蛋糕啊 棒蛋糕啊 你比較喜歡棒蛋糕 對是我最愛 都喜歡棒蛋糕類 美麗達川畫白坑啊 蛤 這不是我想真的 它是我第一場賽事 真的沒有沒有 它是我第一場 人生第一場單車賽事 然後就見到網路千人 也是我第一場單車賽事 對 因為以往都是鐵人山 混在一起 但那個就是我第一次真的 旁邊全部都是騎很快的腳踏車 期待 不好意思 因為這報名是滿的 想來也沒辦法 明年見 我覺得假設是我想要去的 一定是1970 我覺得1970 每年就是要避騎 但是如果是我已經不太想要去 但是又推進大家去 我覺得 如果你有登山車 或是有Bubble Bike 可以去挑戰一下Duddy Formosa 喔 我真的看你的影片好變態 對 陸線 武嶺 那你喜歡西進還是東進 還是北進 我只有騎過西進跟東進 我覺得西進可能比較速 因為它是 畢竟距離還是比較短 對 而且我覺得西進的風景 天氣好快 真的很舒服 真的很讚 就是有平路 然後上坡之後 就是大太陽開始 而且騎起來也算是蠻舒服 因為比你往上騎 其實天氣是會越來越涼 其實台灣的路線都 辦的比賽都很棒 真的要講的話 印象比較深刻 是台南的系列賽 它那個路線的難度都蠻高 對我記得它的比賽路線 都是有穿插 跌坡下坡平路 小條的路 大條的路 這種各種路線 所以我覺得難度上是稍微比較高一點 但是我覺得都 這個是讓我印象最深刻 對 比賽路線明年已經爆了專畫 美力達的專畫百K 經典百K 對然後其他路線還在 因為我現在還在 就剛開始騎一兩個月而已 所以就先 還在摸索 還在摸索 對 其實我半年 前年就有開始在找車了 對 但是因為我身高 比較迷你一點 對 然後車架其實不好找 對越小的其實 因為那個只剩下 一兩台而已 對對對 所以那時候 早一早就沒有下文 後來也是因為 很專注在爬山這件事情 所以就放棄 然後今年就是剛好有這個機會 剛好找到了符合我身高的車 那台聽說從日本調過來 對 因為台灣沒有那個尺寸 沒有真的沒有 特地從日本幫他倉庫拉出來 對對對 我一直很想要做一些 像圓猛的列車 就是如果說誰想要騎屋嶺啊 然後沒有勇氣 然後需要有人陪 對 輪輪陪你去 聽起來壓力很大 不會啊怎麼會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 老手帶領 而且有人陪 真的就比較有動力 對對對 你比較可以直接傳授經驗 你不會就是傻傻的騎 那可能裝備的不對 或是騎乘的方式 真的影響很大 對就像你東進還沒騎 不要提到這個 不要提到這個 你直接剪掉 不好說 應該還是以 主要以爬山為主啦 就是盡量去走一些 比較探勘 或是冷門比較少人走的路線 把它拍出來 就是跟大家分享 因為台灣深山裡面 有這麼樣子一個地方 可能要步行五天到十天以上 那才通過各種危險地形 才到達得了的地方 這樣 就繼續拍給大家 我覺得超強 怎麼有辦法 因為我覺得那需要很大熱忱 對我們 聽到來講 有時候就會覺得那個 有一點點不符合成本 對沒錯真的 開起來太強了 感謝柯柯 謝謝 謝謝 好 OK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集 來美麗達2022年的年度 簽約選手的這個餐序 真的是現場 眾星雲集 希望大家看到這支影片 也可以更了解這些選手 或其他YouTuber 那接下來如果有機會 我們也會跟他們做更多的合作 拍攝更多影片分享給大家喔 我是你的家楊Derek 喜歡我們的影片還記得 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我們下集見